我国昨天新增555起冠病病例 比前一天的573起略低 住院患者从前一天的689人增加到了708人 目前累计病例达到71,167起 昨天新增的病例中5起是输入型病例 其余550起本土病例中486起是社区病例 64起来自客工宿舍 在本土病例中有145人是年过60岁的长者 40到60岁之间的患者则有180名 192人年龄介于19到39岁 截至昨天住院患者有708名 多数情况良好正在接受观察 35人需要氧气供应 7人则在加护病房 在这些重症病患中有33人年过60岁 除了牛车水大厦之外 布莱德领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Sparco Tuts学前教育中心也出现感染群 这一感染群的累计病例达到22起 卫生部说 冠病在同班学生之间传播 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受感染 位于阳井大道的建筑工地感染群 也新增17起病例 累计115起病例 多个巴士转换站感染群 则共出现了31起新病例 接下来